深夜的症状,深夜的症状本来就很难发现,很少见 再来就是说,普特洛斯是世界很有名的学者 所以我们上他的网站看,他的照片一直来放了他这个十年前的照片 他自从九年前发现这个症状以后,他就没有再改过他的照片 所以你们可以上网看他的照片,他就放十年前了,还很年轻 他因为在世界上,课听还要演讲等等 所以他很怕他的眼面群的眼边麻痹以后 他会觉得对他的讲述很难围起,很难处理 那会他总的才会有点大,才会九年内,变成这个八道子,总的那么大的总的 而且呢,越大,一分就越来越大了 内视镜,来做这个,内视镜,来做这个,这个三千总的切除 那也在2007年正式发表在世界有名的期刊 那也在世界上最有名的教科书里面写的这个章节 最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内视镜,可以把他这个面神经放大 然后放大以后,我们在做分离的时候,就能减少他这个伤害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,乌碳可以达到伤口变小 而且可以把他的这个面神经做最完整的保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做这种手术,他的复华的比例呢,只有百分之一点多 那我们都没有永久性的神经麻痹 那暂时性的神经麻痹,也只有百分之九左右 就是说,他一阵子就恢复了 那,特别像这种困难的病例呢,我们做完了大部分,你看我们百分之九十几啊 是连暂时性的麻痹完全都没有,就是说他是完全正常 所以这就是说,为什么我会发明了一个这么一个困难的一个手术的方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国家的人来这边跟我做手术,做学习等等 就是说这种手术法对病人的帮忙是相当大的